您好,我是Persilla,我是多伦多地区的地产经理人 本周的精华推荐呢,我会延续月头的传统 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独家挂牌 那以后呢,我都会集中精力 不再向您推荐您自己能够在网上寻找到的 MLS挂牌房源,而是一些非常具有价值的案盘 那今天呢,我想为大家带来的是多伦多市中心的公寓 那为什么会介绍市中心的房产呢?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 我使用的工具呢,来自于多伦多地产局 一个叫做MLS,Home Price Index,就是房屋价格指数 那我今天为大家呢,已经锁定了这个区间 它是在多伦多C01,C01呢,也就是多伦多市中心的位置 它的这个公寓这个房型的价格的表现 我们的观察期是从2015年年底 2016年年头一直到刚刚结束的2021年的2月 那我们看到市中心的公寓呢,它是一直在上行 一直在疫情前来到了2020年3月份的这个345这个指数 之后由于lockdown,我们进入了一个长达一年的这个 接近一年的这个下降的通道 可是到了这个去年12月的时候呢 我自己已经观察到了这个成交量的异常活跃 当时价格还没有反弹 但是成交量的表现出比夏天和秋季的这个强烈的这个回暖 那么确实是到了这个2月份量变的引发了质变 我们在2月份的价格呢,一下子比起1月份迅速的反弹了8% 所以我自己的观察呢,我相信这个下降通道已经走到了尾声 然后我们进入的是下一个慢慢回暖通道的这个顶端 所以如果近期您是有这个自助或者是投资需求呢 我想这个图表非常清晰的告诉大家说 我们已经从谷底走出来了 现在是一个绝佳的入市时机 OK,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套房产本身的情况 我们的地理位置呢,是在Wellsley这条大街上 那Wellsley呢,熟悉市中心的朋友知道呢 它离我们多伦多大学的这个St. George Campus呢 还是非常近的,直线距离 步行也可以直线,只是850米 哪怕是在严寒的冬天步行11分钟 我们也能够达到校区 我想很多人都能够接受 它的另外一个很大的特点呢 是说我们离Wellsley这个地铁站呢 仅仅只有50米 那基本上这是一个地铁上盖的概念 所以通过坐地铁呢 您可以不惧风吹雨打,日晒雨淋 到达市区的其他的这个地方 那么由于在地铁附近呢 所以我们对周边的这些所有的这个设施的接触 也非常的方便 餐饮啊,购物啊,消闲娱乐都就在您的脚边 那我们这一套房产本身呢 是一个基础的户型 只是一个卧室,一个卫生间 较价55万而已 那么我们用55万的价格呢 就已经可以拥有市中心的一片天地 不管是自住还是投资 与这个单位非常接近的户型呢 在MLS上三月头呢 卖出是在53万 所以我相信 如果我们是能够看中这套房产呢 没有很多人跟我们竞价的情况下 我们还能够向卖家和卖家经纪呢 谈判出来一个好的价格 所以如果是您感兴趣的话 欢迎您联系我 如果您近期有买房的计划 我也能够为您夺身定做 属于您的每日新上市房源清单 而且这个清单呢 包括非常具有价值的 案盘跟独家挂牌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